Hello,大家好,我是周梅新 我這次拍這條影片將會公佈送出卡卡西和左座GK得獎者 我原本只是想在影片留言說誰得獎 結果由於這些留言太高質 我也很感謝各位粉絲這麼用心去寫這個留言 以及去回答我的問題 所以就延遲了這個公佈 因為我決定要拍影片讀出幾個特別好的留言 雖然有些人不中 但也想用這個影片去表示很感謝你們的愛 好了,卡卡西這條影片 第一位就是謝偉王 如果我是卡卡西在現代 余智波的一族還未滅族的時候 他都會想回收左座、油和斑做徒弟 因為2020年還打什麼忍者連軍 打LL,有了寫輪眼,加了一群寫輪眼的徒弟當然是最好的 開著萬花童打LL 然後再看一隻手怎麼動 不用插眼,都知道對面想怎樣 就算對面有白眼,開個無限閱讀都可以搞定敵人 訂閱了我的頻道後 發現原來我是一個火影的宅男 等等,HKE的由來是否因為火影呢 HKE可以是KOKAGE 就是火影的日文的讀音 很感謝你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來到第二位 就是這個 鏘聰 如果是卡卡西就會選擇陸軟 因為卡卡西用雷次的時候 需要發動的時間 配上陸軟的速博術 這個命中力也可以大大提升 第二位他會選擇零次 因為加速技能 白眼可以用一公里以外的置物 這個動作力超越了射輪眼 就好像片中說 卡卡西的MP是比較少的 基本上兩招就沒有了MP 所以卡卡西躺在這裡 零次都可以做一個後盾 看清楚定人在哪裏 第三,他會選左頸 其他一招就畫一隻腦鷹出來 還可以坐上去 在天空配合空墊和趕路 加上曾經在暗部 其他一集出現過 就可以在空中打到晓的組織 這個炸彈弩和蝶子 實力是絕對不需要去懷疑的 打了我30分鐘 下個月生日 很希望抽到我 真的很想要 By the way,鐘生 看到你這個游年 雖然知道你會選到最有創意 但是我和你從小到大 都一樣很喜歡卡卡西 如果你選我 我一定會好好保管和珍惜 首先,生日快樂 應該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真的很想抽你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打錯了我的中字 打錯了我的中字 希望下次抽火影的時候 記得寫適合我的名字 很大機會就會中你 我真的很想抽你 攝影師哥哥現在都在笑 但是真的寫錯過名字 不好意思 這個真是死罪 下一位,拉布 如果我是卡卡西 我會選擇油、紫水和班佐徒弟 首先,就叫油用閱讀 令你覺得我的評論很創意 如果不可以,就叫紫水 開別天神 改變你的思想 屈道送GK給我 再不可以開大絕 送一隻班開的1比1的衰竹符 給你去交換你的假東西 怎麼看也有賺 不過你放心,我是很厲害 無限閱讀都是讀不到我的 所以不好意思 Kingsman 如果是卡卡西 我會選擇配音、小男和掌門 因為可以令到沒有那麼多人犧牲 用愛去改變世界 卡卡西的引渡 就在忍者世界裏面 違反守則和紀錄都會視為一個廢物 但是不重視同伴的人 連廢物都不如 其實這個評論我是非常喜歡的 但是差一點 我就公佈哪個得獎 得獎就是意志火之 第一,他會選擇木業苑 因為紀錄在第三代火影的意志 亦被明人教了幾堂 和配音打 他已經用螺旋圓重傷的配音 無論身世的基因 和學術的天分方面 都可以說無可限量 卡西做一個天才的師傅 只需要從旁去好好地打磨 就已經可以繼承了原非的火之意志 第二,藥師兜 原本是一個孤兒 也是被藥師的孤兒院去收養 他精通了所有的忍術、仙術 是天常的忍者 和卡西小時候都是很相似的 但由於他長期處於善惡一念之間 其實只要很輕輕一推 他就可以成為偉人 也可以偉天滅地 只要卡西身為徒弟 除了教他忍術可以提升之外 還可以教曉他做人最重要的道理 就是引導和愛世人 和守護珍貴的人 和條村 這個瘋人的學術能力高 練成了瘋人模式 學了這個轉生術 也可以實現到 這個Maslow hierarchy of needs 自我實現的需求 need for itself actualization stage 必定可以在隱界不可 也在隱界裏面缺一不可的英雄之日 我覺得這也是令到第一二點 第一點是很混合 第二點是很有愛 其實很多人是一念之差 只要你做得對你的行政派 其實是可以改變很多東西 好好運用你自己 如果上天給你這麼多才能力 只要你好好運用 亦都可以為這個世界貢獻很多 第三點是他選擇拉麵之王 一樂大叔 這個人絕對不是Kenefe 無論他的觀察力和臨時應變 都是隱界的天才 有一次油和鯊魚佬 進去木業後沒有人發覺 一樂大叔第一個發現 非常鎮定 第二當無限閱讀這個發動了 每一個實力勁的忍者都出現了 一樂大叔由始至終都是免疫的 看完所有方面 如果卡卡西收回圖 一定會令一樂發光發熱 還可以透過一樂 大叔在餐廳見過這麼多人生白帶 見到這麼多人的經歷 令卡卡西的人生觀都可以提升 還可以為八隻忍犬設立 沒有後顧之憂的防衛網 就算卡卡西不幸 也沒有戰死 我相信 卡卡西是不會戰死的 我相信一樂大叔身為飲食界巨頭 也會為八隻忍犬提供善食服務 他說意不容辭 收一樂為圖 百利而無一害 也都是雙贏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好的點 其實有時候不是那麼起眼的角色 但其實他看了很多不同的人 跟身邊不同的人溝通 也有提升自己的人生觀 因為身邊你每個人經過 都是一個課程或訊息 所以多點看其他人的優點 所以這個意志火之 恭喜你 你將會獲得這隻GK 我同時會在留言找你 我們都會想辦法將GK寄給你 好了 我們現在說左座 左座 第一個留言 我會想左座選擇天天 天天人品和性情良好 同時都提醒自己天天努力 日後振興自己的家業 這個是簡而精 我都很喜歡天天 我都很喜歡手谷 這個留言是非常好的 第二位就是Bernardo CWA 如果是左座我就會選取名人 不是,條女 因為他身材好 但老實說 朋友癡癡,Booker癡 沒有下一句嘔嘔玩玩沒關係 所以這個也不會選擇你 但都可以就讀你的留言 身材好,又純情諸一 不像港女嬰 極品如美的老婆 因為這句 小嬰也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OK的 他這麼大食 做她的老公很棒 只食糧 因為他有一次做拉麵大胃王 贏了一丁刺 女人不吃東西都是挺黑人生的 溫柔體貼 不會干涉男人做了什麼 只會幫他們打理家中的瑞士 有危險 都憤不顧身 保護親人 子女吵架 他又沒有怕 對左座長期不在村 不能照顧家人的特點 最後他跟日向家 和二波兩個家族 眼開混合 子女一定強得飛氣 基因也是很重要的 左座想重慶余子波的明星 這個身世的後代一定可以 有一個叫做有心人 有心人就會選擇香蓮 因為左座是余子波族的人 余子波的力量 結合了牽手的力量 可以進化這個輪迴眼 在好了之前 牽手和船波族的關係好 有通分 香蓮有機會混合了牽手和船波的血統 所以他們日後的子女同時 都會擁有兩種力量 有機會開發出更強的輪迴眼 就算連香沒有牽手的力量 本身船波族的人的體質強大 查克拉又多 可以增加他們後代用同時的次數 有一位寫得挺好的 叫柏林 柏林是個懷疑公司同事 他死都不肯公佈是否他寫的 但由於自己同事 無論如何都不會被他中 應該是否是你 我覺得這個很像他 這個同事很喜歡雷武 所以他寫的東西我會質疑 加上我看了他的文筆很久 他亦是我們其中EXPGG 他會寫自走棋的攻略 但他的排位是相當低的 這個離題 我可以照讀他的篇文 但他也不會中的 如果是左座 我會選擇香蓮做老婆 因為香蓮陪伴左座多了一段時間 在他身邊一直默默地付出 他背後的女人 戰鬥的時候 連死都不怕都要保護薩斯基 為了他可以連命都不要 香蓮一種力量 就是只要受傷的人 咬他的皮膚就可以恢復些 Sakura 查拉和傷勢 而且香蓮也曾經說 不會隨便被人咬 但每次左座受傷 毫不猶豫被左座咬自己 舉個例子 左座跟八尾打架 其妻用了八把劍完全按住左座來砌 左座被人咬幾東西 左座差不多死的時候 香蓮見到立刻衝過去被左座咬 那一瞬間 左座就好像沒有事站起來繼續打 這個行為看得出來他多麼喜歡左座 香蓮說遇到任何時候都不會放棄喜歡左座 就好像吵徒一樣 那麼麻煩 死都要追著左座 但最後結局 左座和小英一起 香蓮也真心祝福他們 所以我覺得香蓮是一個非常好的女生 如果是左座 我會選香蓮做老婆 攝影師哥哥已經在哭了 我有一個火影迷 我現在在波蘭轉還在追 我真的很喜歡左座 希望可以抽中我 其實我覺得選擇老婆 不要選擇又咬她 又咬你那麼複雜 中獎那個雖然沒有那麼長 是QQ 我會選天天 因為有歌詞 天天需要你愛 我的心思由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 我沒有聽過這首歌 搞錯呀 我都不聽過 我全世界0.0%從來不聽音樂的人 來的 我就要你讓我每天都精彩 可以讓左座留在自己身邊 不再離開村子四位走 我其實覺得結婚 結婚當然簡單舒服 經常在家裡相愛 有下一代就好 這麼複雜 打來打去 又要誰犧牲 其實娶了這樣老婆 都可能挺內疚 或者是挺麻煩的 所以QQ這個留言 比較精簡是選擇老婆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 第二,我都真的很喜歡天天 所以這個就加上去分了 恭喜兩位得獎者 亦都很感謝每一位留言的朋友 你們的留言真的非常高質 我都看了很久 亦都是因為這樣 我們遲遲才公佈 日後的留言都很高質 都會繼續拍片 還有你們的留言 都會令我繼續會上分享喜悅 送不同動畫、漫畫的GK 接下來下一集是送客暴龍的 所以記得密切留意 如果喜歡GK和喜歡動漫的人 記得要like、subscribe和share我這個頻道 你們的支持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多謝大家,下次見,拜拜